包豬公的世界真的有很多啦 就是不為人知的秘密 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片面有一點 有一點麻煩因為會多了一些風險 就是這本包豬公命題 它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們要找20個包豬公 20個包豬公的智慧跟精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的強項 大概打他字面上 所有包豬公的書籍 這書櫃裡面沒有這本 以後一定是被人家笑的 對啊 我一直在唱好一件事 就是當一個受人尊敬的包豬公 好 你可以選房客你可以選你要買一個房子 可是你幾乎是沒有辦法選擇你的鄰居 再次強調專業 教育專業 你想要創作人物被弄收 真的你要花一萬個小時 想要繼續的像不斷的複製不斷的擴大 一定要跟夠多人聊天 很多人其實學了根本沒有真的去行動 先去找到一些等級 加入一些熱企 還有一些巴基的一些天賦 能不能夠賺到價差 是買的都沒有地 如果你現在有一間收租物件 那你怎麼樣子可以利用你的房地產的租金 再去融資 然後再複製跟量大 其實在資源整合這邊 這些事情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先開始 交代表演出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教練到要不要卻 你選擇 然後你選擇 去年多的 每個人都可以去年多 我選擇 你們 тогда 你選擇 你選擇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 你選擇